實際上我們現在的理念 可能因為我們僱著去搞記者會 僱著去做節目 忘記了第一就是主權在民 香港人從來沒有真正的民主選舉 所以忘記了 甚至不是很介意 不是很記得主權在民 還有這個人民自決 這個self determination 其實人民自決和你的地方大小 你們的人口組成無關的 反正在一個地方一個族群 如果在一個地方生活 有自己共同的語言 共同的文化 他們的傳統生活各方面 成為一個看得到 也在國際上認得到的族群的話 他們是有一個自決的機會 要決定的 通常自決就是叫做人民公投 公投自決 就是一個referendum 全民公投自決 台灣也行過很多次 英國也行過 關於脫離那個就是referendum 香港人為什麼不可以做referendum呢 就是中英談判的時候 當香港人是透明 比透明還要透明 因為中共是沒有人民的 他是利用人民上了位 他是打江山 是用流血革命 趕走國民黨政府 然後才拿到江山 他不是投票選出來 然後拿江山之後 就把人民放在一邊 從來都沒有給一張選票給人民 過去七十多年 現在是七十三年 選他們的領袖 無論你是市長 省長 到國家主席 以致到連黨裡面的總書記 都沒有給人民一人一票投出來 他們是用代表制 選一個代表 再選另一個代表 一層一層 好像金字塔一樣 但是我們現在是直接一票到位 這樣的情況之下 香港從來沒有試過 就算你說立法會選 地方直選 選極都是選 最厲害都選了三十五個 七十 直進去選三十五個 中間贏出來的 都還有很多不同的 政黨、民建聯、工業會 現在立法會將來 我們就不是用立法會的 就是降香港的議會 將來要選多少隻呢 是等候委會去決定 因為它有一個Rules and Regulation 的小組就會參加國際不同的國家的議會制度 但是到最後沒有人民的授權 沒有人民的mandate 說什麼都沒有用 香港的立法會搞到今天 在國際上是沒有公信力的 因為是等於將香港立法會 變成人大化 政治花瓶 第二你現在國安法 都給人民 給聯合國人權委會的事務處 有一個有名有姓 這個都很大顆的 叫它撤銷 馬上撤銷 因為它出了一份報告 也有20頁的報告 這個就是初步的報告 就是說詳細的報告 然後就指定要香港政府限期 要報告 你在人權改進方面的狀況 就是香港 但是剛才我講了 不僅是一個fail city 還有一個人權災區 如果你沒有選票 怎麼改變它呢 它是靠香港政府 自動自覺 好心施捨 要教中共政府 恩准 然後大家香港人就借主龍恩 沒有可能的 這些威權或者獨裁的政權 是不會主動讓權出來 除非它的政權好像蘇共那樣 無以為計 錢也沒有 公信力也沒有 原來政權在國際上 沒有辦法延續下去 它就倒了 但是我們都不可以等它倒 中共倒了之後才倒 香港人 你怎麼管好這條價錢 現在這個議會就是給了一個平台 所以是平台 是選舉平台 不是大台 如果說我們大台那些 肯定就沒有參加 沒有知道我們記者會 亦都沒有深究我們的新聞稿 亦都沒有理會 甚至是不看 或者看不清楚我們 一路的袁弓夷先生的節目 廣傳媒的節目 而到其他網上 訪問我們兩個人的節目所說的訊息 這些人你誤會我們完全是理解 不必要 但是我們去看 所有的媒體都是誤會 很多人誤會的 是的 香港人從來沒有實踐過這種 這個叫做 Gras route的Democracy 這是一個參與式民主 是很多政治學家都知道 但是很多政治學家都覺得 參與式民主是很難做的 因為一票到位 很多人會覺得 因為民主都在很多國家 會有很多一層一層的 戳戳友誼 無論從人口 我們人口多過幾百萬 從我們的人財 經濟實力 都不要說背靠大陸那些 這麼酷煩的那些 所謂我們的福利 現在新加坡沒有背靠大陸 大陸鬼鬼鬼鬼鬼的沒有 先頭的那些都說 你背後沒有一個大陸這樣支持你 你新加坡不好 西亞不是什麼 貪不住 它一樣成功 所以你不要那些藉口 就好像今天 共產黨以為全世界都想賺錢 11月來香港搞過這樣的投資大會 金融的大會 以為它一舉止旗 全世界那些貪著賺錢的人就會來 你們哪個觀眾找到名單 你交給我 我給他們一個一個寫信 誰去那個會就是反對我們香港民主 就是支持中共 千萬不要去再給他們找笨 我們寫信 我的真是寫我寫得的 所以你給我的名單 每個都勸他們不要去 小不了都是華爾街的投行 很多各國的重要的金融高層去 或者大企業去 看來 因為11月金融峰會的主辦者 就是香港金管局 哦 那幫人直接出賣香港了 到底我們現在儲備裡面 是有多少是真的美金啊 真的美金 不是那種欠條 共產黨寫的那條美金欠條 真的美金 他不敢說出來 你這麼厲害你公開給我看 你說沒有嘛 你公開給我看 你不怕這些是香港人的錢 不是你的錢來的 你所謂三千多億也好 四千多億美金 到底用在哪裡 你公開給我看 應該照計完全可以知道 大哥很多就被共產黨借了去托了水龍 然後就交一張借給他 寫著是美金的 而且每年都給你一些美金利息 說起來也是 是啊 那麼我們說投在外國嘛 那筆錢要不是投在香港 投在外國嘛 那你說香港一國兩制嘛 那他就當是外地的了 境外的了 是啊 總之他說他是對的 各位 真是我們自己要有精神組織起來 香港是由我們香港人主宰的 不是香港幾個精英 又不是北京主宰的 是香港人主宰的 是 講到港人自治 我們說人民自決嘛 就是自己管好這頭家 我們都知道美國自由亞洲電台 都會跟我和你一起訪問 程祥都會做一個評述 評述在7月27日多倫多開的國際記者會 以至到這個香港人第一次全民投票選議會 引起很多海外港人的一種不明白啊 憂慮啊 他們都會把我們的訪問 就是在RFA自由亞洲電台的粵語台 就會播出來 那這個都是一個預告給大家知道 那麼我們都是難得 自由亞洲電台是美國國會之助的 不是政府 亦都不是政府的喉舌 國會是每年去給一筆錢 包括美國之音 包括美國自由亞洲電台 亦都有歐洲自由電台 大家一樣有的 那麼大體上呢 就是代表美國的價值觀 亦都是西方主流的一個 就是傳媒的一種操作方法 他們是一個 所謂的Editorial Independence 是編輯自主的 今天香港電台亦都是信奉編輯自主的 我說給共產黨在去年全面控制之前 就是用BBC那套方法 BBC 也都是政府 當然BBC政府有資助 但是也都有訂戶 不給錢去subscribe的 我們都如果那些網友都可以去自由亞洲電台看看 我們都是講回昨天記者會 因為它是一個詳細的專訪 加上有我們的老友情長去做評述 應該都有一些重要的觀點 可以反映到大家的心聲 是 好 那各位真是很難得 今次我和何先生 我們第三次見不知了 第三次見不知了 我們同樣一個框 一起就很多次了 在溫哥華都幾次 我們在溫多倫多是第二次 第一次就是星期二 哦 是的 接著今天是星期四 第一次是聯合對話 今天是聯合談天 也都 Alma的頻道自己都會播出的 今天我們希望把訊息發得越開越好 昨天說起現場也漏了筆 很多支持我們的網友親自到場撐牆 這些多倫多的網友 即是大多倫多地區 有些不是自己的多倫多 是很遠的地方 總之他們都開車出來 在記者會現場 今天都看到很多支持者 既支持我們的節目 但其實更早因為支持香港議會這個理念 支持香港人有投票權 他們都對於我們的發言 各方面都反而很熱烈 本來我們有拍合照 他們都很熱情 也都給了很多意見 甚至帶了香港加油的一個橫幅過來 一起拍照 我們都看到多倫多 我們選擇來做辦事處都沒有什麼錯 由香港六、七暴動的時候開始 那些人已經移民過來了 他們很多來到這裡已經有基礎了 你想想樓價都漲了這麼多 所以他們經濟基礎、事業基礎 還有他不怕共產黨搞他 最近離開香港的個個都怕 就是家裡有人怕被他搞 所以我們如果找他幫忙 他有露面那裡 這裡的人都怕露面的 有時候為了家人 但是這裡的人比較 心理上比較安定了 政治上也比較安定了 他說我是加拿大人 你拿我怎麼辦 所以這次香港如果要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就是離不開在外國的香港人 各個城市 各個城市 加拿大 溫哥華、托朗圖 三藩市 紐約 紐約 一路到倫敦、西德尼 全部有香港人的地方 將來我們可能都會去荷蘭那些地方 就是盡量有香港人的中心 我們要去 他們要求他們支持香港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這就是我們要求做的事情 嗯 昨天有一個插曲挺有趣的 就是我講到煲底鍵 那如果我們香港人不能夠真的用選票 表達到我們的民意 那就穿煲了 沒有煲底鍵了 因為原來呢 說我們很支持民主 又支持抗爭 但是你投票 喂 給你一個聲音 大家就 沒有了 我支持你 不過是你投了 如果這樣就真的穿煲了 就是說 在國際上看出香港人 葉公浩龍 說民主就說得很大聲 但是叫你實踐民主 你給張票 決定下哪些人 去做民意代表 去代表你在議會裡面 說將來 後中共時代 怎麼建設香港 你又天天要上班 那就選一些人出來 你又放棄自己的權利 或者又有那類的理由 葉公浩龍 就是說沒有煲底鍵了 因為穿了煲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香港人真的不要被人看死 你說就天下無敵 叫你投票就無能為力 如果這樣的情況 我們對於2019年那些抗爭 那些犧牲的人 真的現在有 可能都沒有簽到幾百的犧牲者 有很多是無名犧牲者才行 你看看粉嶺沙嶺公務裡面 那些無名無碑 那些無碑全部都是2019年之後立的 大家看到有犧牲的人 還有繼續被犧牲的香港人 還有在香港的監獄裡面 未審先仇的人 有些好像快必 好像都兩年了 這個真的無故 無故兩年了 這個真的無故 我們不會忘記它 這個肯定是莫須有資訊的 包括何俊仁 因為什麼紀錄署 例子就不再講了 很多我們知道大名很多 有很多更多是名字 就是大家不熟悉 都有名字 但是大家不熟悉 有很多 大家可能連名字都沒聽過 就在香港用各種的理由 給港共政權 給中共砌生豬或什麼 就將他們放入監獄 短則幾十個月 重則可能十年八年甚至更長 我們是知道這種情況 現在香港人不是要聲援這麼簡單 直接要表示你們的政治立場 就是我們要代表香港人的議會 在後中國時代得到一個授權 去改進香港 將香港建設成為一個 至少不低於九七之前的標準 以九七年劃界 那種環境 一定是一個基準來的 當然能夠跟隨到西方自由開放社會 就更理想 這個也是香港成為一個國際城市 因為你跟國際接軌 你信奉普世價值 普世價值也要離開民主自由 人權發展 平等 博愛公義 即是這些公民社會 有新聞自由 有言論自由 這些說得很臭 但是我們現在變成 沒有了 開始一件一件消失 好像去年一年之內 報紙那些團體教協 好像骨骼那樣 Belimbram塌了 就是因為國安大法 就是因為中共要將香港 變成了他的殖民地 共產黨的殖民地 都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殖民地 是中共的殖民地 是 將香港第一個黨友化 第二就是香港變成全世界最大的露天監獄 再說一句不好聽就是將香港新疆化 遲些呢 將這些 我們這些人的香港 就送去一個在教育營 集中營 在教育 他的路改 跟集中營差不多 沒分別 即是我們要知道這些趨勢 我們要阻止 我們要有行動 現在就是要求海內的香港人 你手上的那一票 表達你的四 你 你是作主人 你不投票 你也不作主 我這兩票 有什麼用呢 我們在這裡講到口水乾 都是講的 但是在國際上就要看一下 你走來流稅 走來要衝過一些 制裁中共在香港的爪牙 或者港共政權 好像聯合國任權委員會說 國安法應該馬上馬上撤除 如果我們去遊說其他國家 就像你的立法院那樣 國會議員問 你代表多少人啊 你說 你就代表你 你最多就代表某某某某某都可以 但是沒有授權啊 人家說 豬 啊狗 你走來這裡 你都說代表香港 那我應付得多少 如果有一個香港議會選出來的民代 民意代表 他們就很明正言實 要求通過制裁 幫香港人去伸張公義 那個完全的形勢不同的 是不是 Victor 現在我們有一個選舉的籌備委員會 這個昨天記者招臺會 和我們的網頁那裡已經開始了 正式成立了一個選舉籌備委員會 Victor 就是主席來的 我們要開始 要全世界支持我們這個選舉 那個香港議會還沒有選出來的 但是選舉本身都要人支持 所以Victor 我需要 我們開始要寫信 比如跟英國政府要他們支持 美國政府國會 還有歐盟要他們支持 支持的意思就是說 他們覺得這件事情是合法合理的 因為香港沒有了 但是他們都有批評的 香港的立法會上次的選舉 他們大肆批評 說你根本就是 全部都是假的 做出來的選舉 我們要求他支持 所以我們開始做這個 正規 我們這個是正規的選舉的議員會 要求他支持我們這個選舉 這個是第一件事 然後將來有了議會之後 他們議員成立了一個香港議會的正式團體 但是他們還會要求別人承認他 甚至很多其他的都可以做 各樣東西跟香港有關的 他們都有權做 是人民授權給他們 是你們投票授權給他們的 所以這個很重要的 這個程序 雖然我看到有時候說話好像跳幾步 但是一走到程序 我們要做足的 將來別人成不承認就是這樣 其他的議會那些 就是大家幾個精英談出來的那些 那些 有得他們做 我們不會阻止他們的 你多幾個會就多些說話 不要緊 但是他們不代表香港人民 這個就是關鍵 是 就算其他類似議會 他們沒有反對選舉 就是有人一票投票 那個原則我們都知道的 這個原則沒有可能反對 議會就是一定要投票的 大家都明白 但問題是你有沒有一個機制 有沒有一個時間表 真是讓香港人在海內外都投票呢 就不是說將來回到香港 然後在香港投票 那個不用你搞 也不用我和你搞什麼籌委會 到時有了 但這個變成到時又是人家做出抽菜 做出一個餐 然後你拿一雙筷子坐著就吃 又是 又是 喂 埋位了 開飯了 吃飯 我們現在還沒到那個階段 我們現在去買菜 去決定菜譜 就請香港人 決定香港的政治菜譜 這個我們看不到 其他類似組織有這樣的時間設計 有這樣的選舉的機制 還要指定什麼時候 或者大概什麼時候 如果他們有的話 應該全部都報導了 但是他們是支持理念 跟我們一樣 我們都很明白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有沒有一個方式 給別人有民意 即是得到體現了 就是選票 選票就是要投票 不是放在你家裏 或者在電腦上 對呀 有很多選舉 但是什麼時候投票 怎麼投票 現在就是因為這個技術問題 有些主持 審問說 保安未未談 你知道資料會不會流失 又未知 然後投票 造票或者假身份 很多用技術方面 就罵 主要都是罵你 不是罵我 你不支持想辦法 找藉口不支持 這個我們一定要記住 如果要等到香港才搞 很多人都說 時機未成熟 是不是等我們回到香港 那時候可能不是共產黨 可能是地產黨 它不會容許你這樣 哥哥自己有影響力 沒有人喜歡人民投票 人民投票 這些公平競爭 我們中國人不習慣的 香港人都沒習慣 所以我們現在親住 現在我們有自由 在國際上 得到像加拿大政府 美國政府那種自由的選擇 我們組織好這套東西 將來回去繼續延伸 這個我們香港議會 是一個合法的東西 不是臨時的 又不是叫做流亡的 根本我們現在在做的東西 就是香港沒有做到的東西 我們現在全部都要做回 然後將來 一如共產黨走了 或者香港可以回光復 我們這組人 就是代表香港人 不是你 是那些議會 選出來的時候 你又說錯話了 不是我們負責選出來的 我們有份選 有份選 我們搭了一個平台 記住不是搭大台 大台是香港人 海內外加起來 可能近千萬的香港人 他們才是大台 是唯一大台 現在就要搭一個平台 選香港人的真正的代議士 就是真香港人選 真正的民意代表 這個原則是要落實 是要做的 不是說我們支持民主 我們支持普選 然後我們支持議會政治 我們支持不同的政治光譜 都在議會裏 那什麼時候選 我們現在等光復香港之後 如果好像有些KOL 交給英國 又回到九州之前 由英國去控制 搞定那套選舉骨架 那為什麼香港人 自己不可以自己去決定 要等一個現成的政府的決定 我們是反對中共的決定 但是現在英國決定 英國也有它自己的agenda political agenda 我們不是說英國有話心腸 但是我們香港人以新加坡做例子 李光耀當時 他幕後也是得到英國幫忙的 他是英國獨律師 那些大狀是沒得頂的 但是到最後都是 新加坡自己搞定的選舉制度 是的 他也不是英國人來 我們看著你 英國人自下你 你選 選之後我們撤退 新加坡幾百萬人 華人佔了75% 他在幾十年前 現在說起都六十幾年前 在六十年代初 脫離馬力 大馬聯邦 馬來西亞聯邦 新加坡做得到 為什麼做不到 很多人擔心 在香港現在有很多大陸人 我又覺得這樣歧視大陸人又不對 大陸人來到香港生活 都有很多支持香港價值的 你看看反送中的那些年輕人 很多都是大陸新移民的下一代 不要把他們一棍掃出去 把骯髒水撥走之後 連骯髒水裡面的孩子也撥出去 有很多大陸人是太不像樣 是真的 但是很多大陸人 比我們香港還中香港 你自己在大陸行走多年也知道 是 他們反共反得很厲害 他們是受害者 我們是最近的受害者 他們是一輩子 一輩子 一出生就被共產黨迫動 還有幾代受害人 很慘的 爺爺那些全部 所以我們昨天在吃飯的時候 也有說 爺爺被人打斷了兩隻腳 打斷了兩次 真的多到 上次我們聊天的廣東人 都是在家裡受過迫害的 廣東人是很慘的 多多少少 很多華僑 寄一些錢回來買樓 那你就叫你做地主 買一幅地就叫你做地主 那你就犯罪了 要鬥地主 所以說這個 我再說一句 我不贊成由英國托管 我告訴你 我最近和英國人有一張合同 有一張和城市設計的公司的合同 他就加了一句話 他說 我們不願意和反對中國的公司做事 即是警告我 警告我 即是他們在大陸有業務 香港有業務 他們不想和我做生意 爲什麽呢 因爲我反共 才不知道犯共 那我馬上寫 爸亭又說 那將來他們做了首相 你是不是不跟英國政府做生意呢? 我就這麼說 所以大家記住 英國的立場不是這麼純正 它不是代表我們香港人 英國政府是代表英國的納粹人 記住這件事情 他們是為主 我們香港為次 次到幾次我就不敢說了 所以誰指望英國來幫香港在做夢 就是在價值觀方面大家不懷疑 但是利益方面就很均衡 是說利益的 你沒辦法 你好像川普說美國美國最初 為什麼? 因為他受薪於美國人民 他受票於美國人民 美國為民委託他 當然他拿美國的指揮 這個完全是正常的 所以誰說英國會犧牲自己的利益來幫香港 這個就是在做夢 我也知道因為你是過去英節時代 跟英國的價值 其實我們都是英國的價值 影響才有今天 但是一到國與國或者英國和香港的利益 就是選擇 一到選擇的時候就是英國優先的 當然了 你不掛它 但是你給稅了 他沒錯的 因為人民受權 是的 但是你以為他會放棄他的利益來幫香港人呢? 這個根本就是太天真了 我們要開始另一個節目 是的 沒錯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都是主張港人自治 自治就一定要人民自決 人民自決的基礎就是人民手上的選票 而選票怎麼執行呢? 就是要一個議會的選舉 我們正在搭這個平台 希望大家都明白 我和閻官員是個人利益的 我們是 我都沒有打算選的 我說了我不選了 因為我不是那種材料 我都沒有打算選的 我們是工作者而已 因為我們要將利益界定得很清楚 不是搭這個平台 就是逐次搭一個雞棚 然後我們自己就把身體放進去 我和閻官員現在是利益界定得很清楚 因為我們參選的時候 那些人就會說 是啊 還不是 證明你們自己有私利 那情況之下呢 我們沒有私利 我們只有公眾利益 而公眾利益是基於我們看到一些不公義的地方 我們希望盡我們僅有的能力 我們真的做到一些益香港人和下一代的事情 我們自己是公成就生態 所以大家不用將一些冷箭射下來 已經我們做了防火牆 一申報了之後 大家就不要再說 哎 還不是 他們有政治企圖 將來香港議會 一定是他作主的了 他坐莊的了 這個就是主席這個副主席 沒有這回事 大家節省 那剩下來了 節省不了的就是你的票 其他都節省了 因為我們的利益是很清晰的 好 今天我們時間差不多了 各位多謝大家的本場 尤其是那些支持香港議會 在特朗普和全世界 在我們的臺之前 非常之感激 好 下次節目再見 多謝各位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